鞋垫连续剧 游戏规则 由那节演绎指定情景 打入冷宫 没得派出三人进入场景 根据自己拿到的人物设定 完善剧情 并要求讲出指定台词 我有一个秘密 不知当讲不当讲 表演结束后 四位素人评委将各选出一位 送出主角光环 现在呢 由我身边的编剧导演 给大家来安排一下角色 来 我先宣布 第一位 被送到别的宫里抚养的阿哥 被送到别的宫里抚养的阿哥 下一位啊 长期和贵妃争宠的另一个妃子 哇哦 厉害角色 青梅竹马一直照料贵妃的太医 得知消息后 马上被送入宫的青妹妹 来见贵妃最后一面的皇上 我呢 我是什么 你是问最特殊 突然推门而入的神秘人 那贵妃一直是皇宫里 最受皇上宠爱的嫔妃 突然有一天 皇上吓着把她打入了冷宫 正当她如此伤心 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有人踏进了冷宫的门 哎呀 这片好荒凉啊 哎呀 这片好荒凉啊 春草不生啊 大胆 春草不生啊 见了贵妃 不知道下跪吗 阿姨你好 阿姨你好 我是杜阿哥 我刚才跟我的几个小伙伴在旁边玩 走着走着路过这了 哦 杜阿哥呀 哎呦 从小这肥头大耳的 长得就是个笑话 哎呀 干什么你 你看 你是来嘲笑我的吗 不是 我刚才在 今天被突然打入冷宫 你一个小破孩跑着我嘲笑我 我觉得我们俩长得颇为有些相似 你看我们都有鼻子有眼睛呢 我的眼睛是看得到东西的 你的眼睛是看不到东西的 哎 我突然有一个秘密 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哈哈 太突然了 杜阿哥你太突然了 他们都说你是我的 妈妈 妈妈 儿子 哈哈哈哈 太突然了 哈哈 儿子 哎这里黑帝瞎火的 我听不清楚 不要 不要 哈哈 你是我的孩子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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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小时候抱错了 哦 你根本长得不像个笑话 长得就是个笑话 你长得好帅 从小就肥头大耳的 你成坤还帅 啊 儿子 哎 出去找你的爸爸 告诉他你想继承皇位 这个 哈哈 叫妈妈出去 好的 啊 妈妈那我先出去了 快去 你自己一个人在冷宫 冷宫要记得取暖 真的好冷 给妈妈拿个电热毯回来 好的 哈哈 这时候又有人踏入了冷宫的大门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就是宫里来的新妃子吧 给娜娜菲请安了 哎呀 娜娜菲可接受不了你的跪拜呀 娜娜菲 一个人在冷宫是不是很冷啊 确实很冷 但是我的儿子 哦 不能说 给我送来了电热毯 娜娜菲 饿了吧 吃点吧 你想毒死我吗 怎么可能呢 你这个菲子从进宫开始 就衣冠不整 你第一颗扣子从来没有扣上过 太紧了 娜娜菲 在我心里 娜娜菲一直是我的榜样 娜娜菲有的 我也一定要有 凭什么 凭什么你能入冷宫 我不能 今儿个我把话撂着 我也要入冷宫 我跟你说 冷宫是有套餐的 不能光坐在这 首先 把这馒头吃了吧 多好吃啊 你是姐姐 你先吃 你后头鸭的容宫 你家相敬如毙 来来来来 你咋个什么该来了 太医 太医 小陈寇见娜菲 哎 哎 回东北了 等一下 你那个秘密还没讲呢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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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说接一下 我接一下 哈哈 娜娜菲 我有个秘密 不知当讲不当讲 我 用了龙子 用了龙子 嗯 羡慕吗 嫉妒吗 我觉得特别为你恭喜 你先不要在冷宫待着 出去暖暖身子啊 好的 黄太医 叩见娜菲 你就是那个一直暗恋 我的太医吗 嗯 娜娜 其实娜菲 你被打入冷宫 并不是因为你与我的关系 当然了 要不然你还能在这坐着吗 小陈斗胆猜测一下 有这么一个秘密 不知是当讲还是不当讲 这个秘密是这样的 娜菲 其实你被打入冷宫 真正的原因 就是每天晚上 你都会发出不知名的梦意 什么意思 就是梦话 梦话 对 梦话 我说的什么梦话 怪不得皇上 突然把我打入冷宫 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会发出一种 的叫声 那皇上为什么不告诉我 皇上怕你不好意思 特地派我来为你诊治 所以我想问问娜菲 你每天晚上到底是做了什么梦 会发出 的这种叫声 我晚上吧 有时候经常梦到我在骑马 我这勒也勒不住啊 你知道吗 但是我我在想是不是你给我平常开的这些健康处方里面 有让我晚上的这种 你为了让皇上不爱我休想 小晨告退 身似皇上的人 十四 十四 皇上的 妹妹 亲妹妹 亲妹妹出场 妹妹 姐姐 你怎么到宫里来了 这宫里不适合你 你那么单纯 姐姐 自从你进了冷宫之后 我们家里 阿爹阿娘 每天都想着你 锣鼓喧天 烟炮齐鸣 我知道这是我们家里表现悲痛的方式 姐姐 你过得可还安好 姐姐好想你 妹妹也好想你 你既然已经进来了 我在想要不你就去找皇上 让皇上宠爱你 你成为皇后 把姐姐救出来 然后把皇后的位置让给姐姐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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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姐姐 你瞎 你瞎 姐姐 其实有一件事 不知当奖不当奖 妹妹 你有什么都讲 扶本宫起来 扶本宫起来 神反转 还愣着干什么 原来害我的那个人是你 若不是你当初 拆散了我跟那杜海涛 就是因为你 因为杜海涛 所以你抢了我的皇上 皇上驾到 皇上来了 不要让皇上知道我们的关系 别让皇上知道 你是我的妹妹 妹妹 妹 皇上 当然 见到皇上来了还不贵 从现在开始 我说话 你不准 一句话都不准说 你只能用心底回答我 你开心吗 在冷宫里面 哈哈哈哈 我的快乐 会回来的 你还不是谁给了谁的选择 你还不下来了是吧 你还不下来了是吧 皇上 你站起来 我最怀念的是 下雨的时候 皇上为我打伞 你最喜欢看我跳伞舞 贵妃我不是说了不准说话吗 不准说话 你懂这个意思吗 你现在知道你为什么在冷宫里面吗 我有一个秘密 当然可以讲了 我是皇上 就由你太疯了 就由你太疯了 过了这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打入冷宫吗 我昨天发现你一一的叫 也没什么原因 我就先把你放到冷宫里面待会儿 现在你再跟郑 再叫两圈 您叫出旋律来吗 好 从现在开始 你恢复了 你现在又成了贵妃 拜拜 走 还有个人 皇上 你等会儿我 我还有点事 这时神秘人推门而入 贵妃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要问 我就是皇上派来接您出宫的 我有个秘密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说 皇上为什么把你打入冷宫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全球气候变暖 只有这儿最凉快 你什么 原来他是爱我的 好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四位 来自这个鞋垫影视城的最厉害的 我们的全彦老师 每个人有一个主角光环 你们要送给谁 好不好 我们从这个二宝先开始 刚开始看到宁宁老师 就一出场那一跪 我就觉得就是这是一种演员的认真 一种一种态度 妹妹 姐姐 好 所以二宝的主角光环来 主角光环 是妮妮 好 下面来 莉杰 我想送给那个玛丽老师 这一个主角的光环 因为我觉得他演这个妃子的时候 妃子的话都是争宠嘛 他竟然连冷宫他都想要霸占 我也要入冷宫 谢谢 好 下面到于鹏 我看到陈坤老师的时候 他演的是皇上 陈坤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一个 皇上自由自在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让我们觉得 这才是最真实的一个表演 所以说我想把这个光环 送给我的偶像陈坤老师 好 褚王拿到了一个光环 好 下面支箭到你了 我觉得那个海涛老师演得特别好 因为我一看见他 我就特别开心 特别想笑 我就一直在倒头的眼睛 就是看不见 好 祝贺海涛 谢谢 好 我们也再一次把掌声 送给我们的四位 谢谢你们 谢谢